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肺炎肆虐 但是中国的武术签也是流年不利 上个礼拜武术狂人徐晓东空降郑州 中国荷兰的省会来应战在武林峰当中赫赫有名的一哥武僧一龙 结果等了半天一龙没有来 郑州本地的警察来了 苦苦婆勋的劝了这个东哥一番 把东哥劝回家了 说不要惹事 这个东哥也真是的 你只知道一龙是少林派 你少看了两个字呀 那少林派后面还有两个字 出所 人家是派出所啊 东哥一脸懵逼 一龙没来 一龙不行 咱们中国有的是大师啊 这不是为了给中国的传统功夫证明 证明咱们中国的传统功夫 比西方的WWA自由搏击牛逼的多 这个混员行义太极拳掌门人马宝国先生就决定了亲自出战 就在前天下午 他要KO民间的搏击爱好者 谁呢 王庆平先生 那么来到台上之后 裁判一声令下 比赛马上开始 这个马大师就踩着小碎步 像跳广场舞一样 就准备用他的重拳打向王庆平 大家请看视频 说好啊 看了视频你可不许笑啊 也不许看三遍以上 比赛马上开始 好紧张 喝口水行吗 好 来 茶水 拖地 来 心里帮忙跳 好了 真情 真情 好 我准备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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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来 我还没叫你打 你小子这么快啊 来 你来 游戳来 来 可以 可以 没事 你小子出拳这么快 你不准老挨右啊 我还可以 我 救命 疼啊 我眼睛看不到了 疼啊 救命 医生快来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王庆民啊 我看来看去 这这这怎么办 不会被打死我的 我出拳也不是那么重啊 跑吧 我 哎呦 你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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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从任何人 一点到为止 用拳放在他鼻子上 没打他 我笑一下 准备收拳 因为这时间 按穿弓老挨的 点到位置 他就输了 如果这拳发力 一拳就把他鼻子打骨折了 放在鼻子上 没有打他 他也承认 看完了视频 大家肯定就知道了 这位太极拳什么掌门人大师 马先生 当然是个骗子 可是他要单纯是个骗子 肯定会像一龙一样报警了 警察一过来 这个比赛 拜拜结束 就算了 他的悲惨在什么地方呢 他的悲惨在于 他不知道自己不行 他盲目自信 他对自己的功夫 身心不移 这就相当悲催了 这就好比是当年的义和团 个个相信自己神功护体 金钟罩 铁布衫 刀枪不入 结果呢 羊枪打在身上 照样藏着流离地 不过这个马大师挣钱了 他为了在网上直播 他售票 一张票五块钱 大概有三万多人看他的直播 这样十五万块钱人民币到账了 补充一点 小喷子你不要和我说 这位马大师将近七十岁的老人了 人家王庆明先生 也是将近五十岁的老人了 对不对 不是说你老人就要打你 是你自找的 你深信自己的功夫 你要骗钱 收徒弟 你要做出头鸟 你说 接受采访的时候 你说 雷雷不行 他不像我 我会接 我会化 四两拨千斤 你做出头鸟 不打你打谁 很多年轻的小伙子都不站出来挑战 你出来挑战 自讨苦吃 我劝大家呀 头脑清醒一点 现在是什么年代 中华武术 强身健体 没问题 不要老觉得你谁都可以打败 哪里的功夫都不如我们 狂妄自大 终究是套用中央电视台的话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了 感谢观看 如果你笑了 就点赞订阅一下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